你帮助别人 你给别人做的好事 你应该赶紧忘记掉 你不要说我记了一辈子 你多少年前 我给你那个什么什么东西 是不是 我还帮助过你 你指望他的回报 那么我们看到的 这个两方面的要求双刃剑 要求施舍的这一方 要求受到施舍的这一方 施舍的人 你不要高高的 也高高临下的姿态 你们千万不要以 用施恩 用伤害 来跟随你们的施舍 你们不要把自己的 施舍最后破坏了 我曾经帮助了你 你就是提出来 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因为当你把钱给出去的那一刻 不是穷人接到手的 回报你的是 安拉苏巴哈尼火塔尔的 穷人拿什么来回报你 多么仁慈的独裁 多么伟大的主 所以我们爱安拉苏巴哈尼火塔尔的 我们既爱君主 我们应该超越于 喜爱我们的父母 超越于喜爱我们的子女 超越于喜爱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所喜爱的 所有的被造物 它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而是 阿哈比布 蛮 蛮 谢他 反应 你来看 无法拉苏巴哈尼火塔尔的 这本人一定告诉 圣尔的 你 阿哈比布 你想爱谁就爱谁 最终你要离开他 你要和他分离 所以我们通过 今天呢 通过 以哈萨尔了解到了 真正的善功 要以可拉索 要虔诚敬意 让受到帮助的那一方 不要在心理当中 把它成为一种心理上的 一种债务 又牢牢地伤害他的自尊心 对 好像这个 也解决了 很多人在行善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些时候可能会因为自己 对了 他很纠结 就是说 人总是说 我要无私地去帮助别人 但是您刚才说了 人的天性是有私心的 而且是私欲很重 人改变不了的 根除不了的 那么 再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如果自己仅仅是一味地付出 而没有收获 这样的一种 我们说如果说做生意的话 这就是一个舍本的生意 有谁会做了一次又一次 而一直愿意做下去呢 没有 时间长了会自己内心会失衡 要么他就是要从这个自己的行为当中 获得一些什么样的回报 否则得不到回报 他自己会感觉到不值得 那么作为一个信使 我现在知道 作为一个信使 我们当去行善 帮助别人 施舍别人的时候 我们不要认为 我自己是多么的高尚 无私 我不求自己有回报 我们是有回报的 我们的回报 是在安拉那里 我们所做的善功 所行的这件善事 只是我们作为一个仆人 对我们的主 所尽的一种 虔诚的这样的一种 崇敬之心 所以我们说到的 以哈萨尼 行善 嗯 就是一种最好的精品 不含任何杂质 对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无私才能成己之私 无私才能成己之私 对 这话说得太好 你只要你没有这个私心 对 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全部都会拥有 但是如果你有私了 你所做的事情就会变出 得不到你预期 所要想得到的 这个答案 或者这样的一些 应得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会说到的 一定要做到 以哈萨尔 犹如主的使者 所给我们界定的 以哈萨尔的定义 就是 看那个太大活 你崇拜真主 犹如你看见他一样 这个 我们在做任何善功的时候 我们达到的这种境界是 我因为安拉而去做 然后我们做会越做又有劲 那么 这种虔诚是一种境界 而一个人境界越高 他所获得的 也就会越多 今世的 后世的 两世都可以得到 所以 没有 亏舍的生意 跟安拉 这样的一种 敬意 安拉 难得不得 生意 安拉苏巴默和沃塔的生意 绝不会破产 因为安拉苏巴默和沃塔的 无求于我们 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生意 都想从对方 把你的内服 扎取到我的身上 对对对 所以就要出现破产 就要出现 我们的利益 会失去 那么 这样的 作为穆斯林 我们感觉心灵都很充实 不会感觉到很空虚空洞 即便是在工作当中 我们会感觉到 安拉在看着我呢 会越干越有劲儿 治干主安拉 把这样的智慧赐予了我们 指导了我们 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感觉到 人生的这种幸福 满足 治干 看到了光明 这种光明通向了后世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誓 在所自己遇到的恩典当中的时候 我们都要说 按照主的使者 教导我们的一句话 阿拉伯都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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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伟大的恩拉 所有的善事 善功 以恩拉的恩典得以完美 没有恩拉 苏巴哈呢 活他来相助 我们是做不了这些的 我们做了善事 还要学会 不要骄傲 不要鞠躬自傲 而且要更加的谦逊 这才是我们一个良性循环的 一个真主的仆人 已经具备的一些 阿拉伯美德 我们也知道 主的使者 阿拉伯都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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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他封印了万圣 这位使者 有一天 这位利利阿拉伯都尼拉 和他坐在一起 突然来了一位天使 这位天使 以前从未见过 这个时候呢 这位利利阿拉伯都尼拉 向圣阿拉伯都尼拉 引荐 说道 这位天使 阿拉伯都尼拉 创造好他以后 没有给他 派遣过任何的任务 只是今天来到你 然后以后 这位天使说道 给圣阿拉伯都尼拉 说道 阿拉伯都尼拉 一段传说 穆哈迈德 圣拉伯都尼拉 说尼德主让你来选择 你是当一个国王 当一个使者 再加上国王的身份 还是当一个使者 再当上安拉的仆人呢 选择 你选择哪一个呢 在珍珠的 以前所派遣的使者当中 有的使者是 既当使者 而且当的国王 苏德尼曼的圣人 感悟的圣人 是不是 那么 真主 让我们的圣人 选择的时候 你是选择做仆人呢 仆人当使者 还是选择当国王当使者 那么我们想一想 这样的选择 要让我们去选择的时候 肯定心动的是第一个 要当国王 不容直译的 我们就要想 既能完成 安拉的仆人 尼撒的使命 而且在今世当中 又能做上国王 这个时候 这被日理 安里斯拉图斯莱姆 比赛安里斯拉图斯莱姆 暗示了 台湾的 谦虚 你让别开 为你的主谦虚吧 赛安里斯拉图斯莱姆 立刻选择 我做 真主的仆人 做真主的使者 所以天地万物念到的 我做证出 真主之外 绝无任何因素崇拜的 真主独一无偶 我做证 穆安里斯拉图斯莱姆 是真主的 阿不独 阿不独呼 是真主的仆人 是真主的使者 因此 每当我们一个人 为真主 苏巴哈尼乎 把自己降下的时候 安拉苏巴哈尼乎 升高你的品质 那些走在任何人面前 我怎么拉不起 我多么大的本领 阿不独呼 阿不独呼 我非常聪明 我多么有本事 你说说 你听到这样的人说 以第一人 这不断地来叙述 堵自己的时候 很厌恶的 人们会反感的 所以我们学会了 怎样去说话 既不能让别人 遭到别人的嫉妒 而且又要表演 显示真主的恩典 所以我们说 感赞伟大的安拉 这样的 可以去取消 消除一些人 对我们的嫉妒 很含蓄的 是不是 又非常表白了 真主对我们的恩典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当中 做真主的仆人 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的身份 是非常高的 所以 《古兰经》当中 阿不独呼 他说到 好 这次的访谈 我们就进行到这 希望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大家又回到 我们的演播室 接着刚才的话题 我们继续往下谈 你为真主做的 把身份降低 真主苏哈能和沃塔 来让你的身份高贵起来 把这么重大的恩典 降给了他的仆人 阿不独呼 那么李阿红 刚才咱们谈到了 这个伊斯兰的行善 那我有一个问题 行善的方式 可能是各种各样的 那么有一种 我们称之为高调的行善 有一种相反的 低调的行善 那么在这样的 不同的两种风格的 这种行善当中 我们说伊斯兰是 怎么样来指导我们的 是要高调一些 我做什么善事 做什么好事 我都要去张扬一下呢 还是说 我要低调的 悄悄的 尽量不让别人知道 这个有没有精讯的指导 就是说 如果你们明显了你们的施舍 做的善事公开了 公开了 这是好事 这是一再要求 一切的阿尔玛鲁比尼亚提 你的心里面的想法 一定要举意纯正 这个时候 你在公开的场合 如果需要 需要带动 因为人 我们知道 有一个泰萨布格 有一个相互竞争 如果我们都是说 伊斯兰都藏起来 那么我们想一想 有一次 奥玛鲁比尼亚提侦拉 乎阿尔玛鲁比尼亚提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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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能够超过 艾布格尼亚提侦拉 和阿尔玛鲁比尼亚提侦拉 我终于能够超过他了 因为我时间非常迅速 而且我把我一把家家家拿出来 也足够多 足够多了 当他来到了 阿尔玛的 十字阿尔玛鲁比尼亚提侦拉 跟前的时候 已经发现 艾布格尼亚提侦拉 在圣里亚提侦拉 的跟前 比他还快 比他还早 然后这个时候 主的使者 问艾布格尼亚 艾布格尼亚 你为你的家属留下了什么 你现在拿着钱来了 你给你的家属留下了什么 艾布格尼亚提侦拉 第一个回答 我留下了 安拉和他的使者 等于说 我把我全部的家属都拿出来了 然后又问 毫无保留的都拿来了 毫无保留的 然后主的使者 又问 你给你的家属留下了多少 我留下了一半 一半家属 一半家属 然后 我无法超越于 艾布格尼亚提侦拉 那么这段圣讯 给我们说明了 在竞赛善功当中 如果都隐藏能 这段圣讯就出不来了 我们也要知道还有一个问题 圣安萨特斯莱姆 接受艾布格尼亚提侦 全部家属散出来 一般的人全部拿出来 主的使者还不让散完 哦 是这样吗 对 我们知道这位圣门弟子 坦布格尼亚没有参加 最后 真主 苏巴哈尼互 把他们的讨拜 延迟 很长时间 主的使者命令 不让任何人和他们对话 最后 真主接受了他们的讨拜 当他得知 真主接受他的讨拜的时候 他把扎的所有的财产 拿到归 主的使者 所得到他们那里 表示对真主的这个 准成自己的忏悔 这样一个巨大的恩典的感谢 主的使者说 拿回去给家人留一把 所以我们会看到的 像艾布万格尔索临终的时候 有一段经历 故事经历 他说我只有一个女儿 我想把我的家产 二分之一散于主道 主的使者说三分之一 然后说三分之一 已经够多了 你留下了 富有的继承人 比你留下了 严谨祈祷的穷人要更好 但是艾布万格尔索临终 他是境界和贫瘠 不同于其他人 因此主的使者 把他的全部施舍 全部家当都接受了 其他人要接受 也有可能在他散过之后 心里面会产生一些后悔 充满智慧的处理任何事情 对对对 因身而异的 因身而异的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刚才您问到的 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公开 是不是 还有一种什么时候秘密 秘密的时候 我们说到的 有些人你要保护他的尊严 秘密的让他去帮助他 既要让他得到帮助 又要让他得到人格和自尊心的 不要让他受到其他伤害 这是我们在做这些问题的时候 一个具体处理的一个衡量方法 两者之间如果是隐藏 那也是可以的 两个都是好的 这是一种非常完美的这种方式 一方面不至于使我们这个社会整体来说 缺失那种正能量显现 不断的会有发现 那边有人做了一件什么善工 这边有人行了一件善工 做了一件善事 那么同时 针对个体的时候呢 又要顾及到每一个人的颜面 尊严 他的人格 以免受到伤害 某某人你看他成天就受人施舍 施舍度日 那么这样会伤害到他个人的尊严 该高调的时候 大家因为真主而高调 高调也不是为了让自己得到 带动他人 顾名钓鱼的那种心理 即便是高调 也是为了安拉而带动其一个带头作用 感召人们 共同来行善 那么低调 也不会因为自己的低调 而不为人知 而劳无所获 安拉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通过刚才所说到的这些 古兰经里面 伟大安拉苏巴哈罗佛塔 来给我们叙述到了违信式 违信式的特征 当他们看到 有人施舍了巨大的财富的时候 马上说 这些人孤名钓鱼 恶与重伤这些人 当有些贫穷的圣文弟子 他们没有财富 只有一个首长所拿到的粮食来施舍的时候 这些违信师一下子捂着嘴笑 拿这一点也能拿出来 你把这一点拿出来 真主还需要你这一点 你散多了 他要诽谤你 施舍的少 又在讥笑你 这都是违信式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特征 因此 作为信式来说 我们一定要善良的去考虑理解对方 尽可能的以善良的心态心情 多去考虑别人 这是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的一个心理 所以安拉在古兰经当中说到的 男女信式 当他们听到了恶言的时候 为什么不做善意的理解呢 这也是我们电视机前的每一位穆斯林兄弟姐妹 所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 因为的确像这样的一些现象 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时常会有发生的 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人受到别人的这种嘲笑 那这样的一种行为 刚才我们已经听了 这是在经典当中叙述的 违信者的一种德性 一种恶劣的一种品德 所以说我们要避免这样的行为 不管别人拿到的多还是少 奉献的多还是少 我们都不要去嫉妒 也不要去嘲笑 那否则的话 最终的窥者只能是自身 因为我们是一个 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份搞清楚 我们是堵阿吞 我俩古堵阿吞 我们是宣传者 是在给别人讲道理 我们不是裁决者 不是法官 不能去断 不能裁决判断 你做的这些事情没有意义 或者这是顾名钓鱼的 或者这些东西是真主不接受的 这是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 经常去断 你这个真主不接受 或者你做的这件事情不成 对 那个不行 这个不行 经常会听到 有普通的这种穆斯林 认识不到 所以妄加评判 这很可怕 一是破坏了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对 二一个 也是超越了这种 作为一个仆人的这种身份 所说的话 这是安拉的权利 要去警方 要去警方 所以这个两个弥赛尼 一个是哈里格的弥赛尼 真主苏不哈尼火塔尼的标准 一个是人的标准 有些时候你自我感觉 我的这个标准非常非常好 但在真主那里这个标准 它不是这样的 三个人 三种人被投入在活域当中 第一个人 他说 真主问他 你怎么 你都干了些什么 他说 我为你的道路出征 最后我阵亡 真主说 你撒谎了 你所做的这一切 只是让别人说 你是个勇士 为名而战 对 他的标准 他已经觉得自己为真主出征 觉得这个标准完全符合 真主说 你骗 你撒谎了 你所做的这一切 是为了得到别人对你的称呼 所以你是个勇士 第二个 宋读古拉雷的人 宋读经典的人 他回答 我是白天夜晚的宋读你的经典 真主说 你骗人了 你撒谎了 你所做的这一切 是为了让别人说你是一个尬领 宋经家 然后被拖着进入到的火域 第三种人 白天夜晚施舍 真主问他说 我白天夜晚施舍 为了得到你的喜悦 真主说 你骗你撒谎了 你所做的这一切 只不过让别人说你是一个慈善 善人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就到这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